戴上手銬 兩名男子從地檢署 被送到看守所 因為他們疑似涉嫌 經營情色按摩 遭到檢方搜查 卻意外發現地區遠景 涉嫌包庇 配置是在警備隊 扶錢 那部分時間會支援行政組 辦理正心證控專案 法務部駐聯政署 並分九路五十多人 查獲帳策 檢方發現 涉案的是台中市三分局 一名蔡信遠景 從2015年開始 收受業者萬元歸費 並透露警方掃黃的日期 讓業者躲避查契 而這名蔡信遠景 還涉嫌以假資料 向法院申請搜索票 制造業者 沒有情色經營的假象 扁分級 將報情依警察人員 人事條例第29條規定 予以停止 回到最近按摩店 鐵門拉了下來 旁邊留了一個小門 但並沒有營業 但警方爆出 假搜索證包庇 檢調搜索了遠景 及色情業者的住處 還有相關辦公室所等9處 帶回11名嫌犯及證人 涉案遠景和業者 三人在凌晨遭到羈押 全案依照貪污治罪條例 泄密罪證辦 記者李仁斌台中報導